您呢您提到的所有更多的媒体 因为我昨天看了那份报道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转给我所有上次去演讲认识到的所有美国人 他们看完都非常惊讶 他们说哇哦 你VOA是拿着美国的纳税钱啊 你结果你VOA直接断播啊等等 所以他们甚至找我希望我提供更多的一些材料 来了解到底这个事件的真相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说美国人他们是非常正义的 就是有一群这样正义的普通的美国老百姓 一直在这里维护着整个国家的安全 自由民主是要靠我们双手争取来的 对吧 而不是说你坐在那里躺着等着别人来享受 那等灾难来临的时候 你比如说之前的香港 包括我们看到的新疆等等 如果你不伸出援手 可能就会来到你身上 包括现在你看到的气球已经一个又一个的飘过来了 我看布林肯还跟王毅说你下不为例 但你看夏威夷又有一个了是吧 只会越来越多那你怎么办 其实大家早已经就是在战争中了 是的说到这里我们经常能听到一句话 自由不是免费的 那么美国之所以有今天的这样的民主 有今天这样的言论自由 它都是过去的美国人 先辈们 先辈们对 用自己的鲜血 用自己的这个生命去换来的 我想在这里去给更多的我们中国华人 还有我们的这个同胞们去讲的就是 我们真的不需要 像过去一样真的就是那样去害怕共产党 我们我们是时候可以站起来吧 我们只要传播真相 对 我们站起来不需要让你去 站到大街上或者是让你去做危险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去把真相传播出去 把真的东西传播出去 那么当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就是碰到一起的时候 那真的东西肯定是肯定是会赢这个假的东西的 好的 主持人